這集的索尼元素報要帶來的是 Sony Mobile 全新的真無線開放式耳機 Xperia Ear Duo 還有 Bravia OID 電視 以及電影、電視、音樂、遊戲相關資訊 如果你分享這支影片並且在下面留言的話 就有機會獲得 Xperia 好禮包唷 Sony Mobile 推出的 Xperia Ear Duo 首創的開放式設計 讓使用者在聽樂同時也能聽到環境聲音 在享受任何私人時刻也能兼顧安全性 另外 Xperia Ear Duo 更搭載智慧助理的功能 支援中文語音訊息通知及回覆訊息 當你有LINE、Facebook、Messenger的訊息 Xperia Ear Duo 都能直接把訊息唸給你聽 也可以直接用中文回覆 Xperia Ear Duo 的直覺視體感控制 透過點頭搖頭就可以接電話或是拒接 播放音樂時候也可以透過左右擺頭動作換取 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直接的體感控制 與科技進行互動 如果想要體驗 Xperia Ear Duo 的朋友 可以到 Sony Mobile 專賣店體驗喔 春節禮讚活動開跑囉 5 月底前到 Sony Mobile 專賣店 購買 Xperia 手機就有機會獲得多項好禮 出兩線送完為止喔 Sony 2018 全新 Bravia 電視系列正式在台發表 嶄新佔容包含可呈現細膩明暗與色彩表現的 4K HDR OLED 電視 A8F 系列 還有影像更逼真流暢的 4K 4SD HDR 液晶電視系列 Sony 獨家研發的 4K HDR 超級針影像處理器 X1 進階版 也將持續扮演驅動頂級畫質的重要角色 透過強大的即時影像處理效能 呈現無與盧比的逼真畫質 全新 Sony Bravia 系列電視 為了符合更多消費者需求 將提供更多日誌機種 及 60 次以上的大螢幕選擇 並層面提升對比動態及清晰細節 同時還將增加支援超人氣的 Android TV 的機種 透過便利多元的娛樂體驗 讓觀看電視充滿嶄新的享受與探索樂趣 索尼影業將在10月5日正式上映《猛毒》 從《蜘蛛人3》出現就備受討論的最強速敵猛毒 身為外星共生體 施計託宿主才能生存 一針一鞋的角色特質 讓猛毒躍身粉絲最愛的角色之一 一起來感受湯姆哈迪變身漫威最受歡迎反派英雄的震撼內容吧 DETROIT BECOME HUMAN 是QUENTED DREAM 開發的最新遊戲 在2038年的底特律師 這座城市因發明並將仿生人帶入日常生活中而欣欣向榮 但是當仿生人開始表現像是真的具有生命的時候 事情便開始失控囉 在這個野心勃勃令人激動的故事中 每個選擇和行動不僅決定了各個角色的命運 也決定了整個城市的去向 由索內所代理的日系熱血動漫王道手遊 神石一閃頂上決戰 已經突破100萬玩家囉 在全新推出活動龍之眼篇替身之島的咆哮中 只要成功通關就能夠把限定角色直接收歸麾下 千萬不要錯過囉 除了之外活動期間只要登入滿7天就可以額外獲得四星角色 還在等什麼趕快跟我們一起來場熱血冒險吧 由克里斯奧唐納及L.O.Coutry所主演的 重返犯罪現場洛杉磯來到全新第九季 主角們將利用高科技技術 負責追捧那些危機到國家安全的高危險罪犯 今世紀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挑戰等著他們呢 另外Animex頻道現正播出5月的強擋日本動畫 正確的卡多 尊導星路朗是一位為政府工作的高潮談判專家 沙踏飛機準備起飛時 一個巨大的神秘立方體從天而降 而名叫雅哈庫伊札修尼納的牧山人 連同巨大的神秘立方體出現 分享推動人類發展的意圖 雷鬼唱作人Matsuka於4月26號 發行個人第二張全新專輯Matsuka Station 繼首播新歌Am Sorry之後 第二首新歌《早晨瑜伽》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早晨瑜伽》的MV幕後花絮吧 大家好我是Matsuka 這是我現在拍的第二支的MV 《早晨瑜伽》 《早晨瑜伽》這首歌 其實起因是因為跳舞這件事情 還有運動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大馬鬼才 黃明志來拍這首MV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好看 我自己個人喜歡他的長相 雖然有點無理奇怪 但是我就這麼覺得 也許黃明志可以拍出不一樣的Matsuka 動一動運動對身體挺好的 今天的索尼的速報就先在這裡結束 大家記得分享這支影片 並且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掰掰